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科尔鸭的相关知识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不要错过我的最新影片 同时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和建议 我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科尔鸭的奥秘吧 科尔鸭是一种来自是原产于荷兰的家鸭种类 这些鸭子最初是作为诱饵或鸭子的自然叫声开发的 目的是吸引野鸭捕猎 门的叫声会引来四面八方的野鸭 进入陷阱,一旦大型鸭子落入陷阱 较小的科尔鸭就可以离开 但较大的品种仍会被困住 猎人以这种方式捕获了大量的鸟类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对于狩猎的热度正在下降 于是科尔鸭的功能也开始慢慢转变 由一开始的功能型鸭子 渐渐地转变为观赏和展览型鸭子 因其外表优美 体型小巧 性格友善 越来越受到宠物四足的喜爱 宫的科尔鸭重量大约750到850公克左右 母的重量大约650到750公克 基本上都不会超过一公斤 我们被认为是矮脚丫品种 这意味着它们属于最小的分类 它们往往很容易照料 但由于体型小 确实需要小心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我们的羽毛柔软 常见的颜色为黑色和白色 但是也存在性色 为嘴色 蓝褐色 暗银色 喜鹊色 花色 银色 我们的眼睛是晶圆的黑色或深棕色 这只会增加它的可爱性 可以说它几乎看起来就像眼睛上有闪亮的钮扣 科尔鸭的寿命可达10年 它们也是家鸭中寿命最长的一种 饲养科尔鸭建议 一 选择合适的居住环境 科尔鸭需要宽敞 前灶的环境 通常需要提供至少2到3平方米的空间 可以在地上铺上木屑或稻草等 让它们能在上面行走和休息 此外 也需要给予充足的阳光和通风 注意防潮和保持环境清洁 2 提供适当的饮食 科尔鸭需要丰富的饮食来保持健康 通常需要提供高质量的鸟饲料 蔬菜和水果等 也可以给予一些蛋白质来源 如虫子或虾米等 次主应该根据科尔鸭的体重和年龄等因素来控制食量 避免过度时 3 照顾好科尔鸭的健康 科尔鸭需要定期接受受益检查和疫苗接种 以预防各种疾病 次主也需要注意观察科尔鸭的行为和健康状况 如是否有食不振 精神不佳或拉西等症状 需及时处理 4 提供适当的运动和娱乐 科尔鸭是好动的鸟类 需要充分的运动和娱乐 可以提供一些玩具 泳池或浴缸等 让它们能游泳和活动 次主也可以定期带科尔鸭出去走走 增加它们的活动量 科尔鸭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 1 科尔鸭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可以适应不同的饲养环境 2 科尔鸭的饲料需求较低 比较容易饲养 3 智商叫普通鸭子 高 听懂自己的名字 在主人叫它的时候 会主动的跑到主人身边 而且还会一直跟着主人 4 羽毛丰厚柔软 色彩丰富 非常美丽 缺点 1 不会控制自己的大小便 会随处大小便 需使用科尔鸭尿布 防止家中地板弄脏 2 科尔鸭容易产生噪音和气味 不适合饲养在居民区或城市中心 3 科尔鸭在饲养过程中 需要注意疾病防治和环境卫生 需花费较多的精力和资源 科尔鸭营养需求 1 蛋白质 科尔鸭需要充足的蛋白质 以支持其生长和发育 蛋白质可以来自于饲料中的大豆粉、鱼粉、肉骨粉等 2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科尔鸭维持体能的主要能源 主要来自于饲料中的穀物、豆类等 3 脂肪 脂肪是科尔鸭身体中的重要能源之一 同时也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 脂肪可以来自于植物油、动物油等 4 维生素和矿物质 科尔鸭需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维持其健康状态 包括维生素 A D E K B群 钙 铃 铭 钾等 科尔鸭发情有哪些动作 科尔鸭是季节性繁殖的鸟类 通常在春季到夏季之间进行繁殖 当科尔鸭进入发情期时 会有一些明显的动作表现出来 包括 一、发出特殊的声音 科尔鸭会发出一种高频的声音 通常是由熊鸟发出 用来吸引此鸟 二、舞蹈表演 科尔鸭在发情期间 会进行一些特殊的舞蹈表演 例如摇晃头部、摆动翅膀 它不等动作 同样是用来吸引此鸟 三、羽毛的变化 熊鸟在发情期间 羽毛会变得更加丰满、明亮 色彩也会更加鲜艳 这也是用来吸引此鸟的一种方式 四、追逐和攻击 在繁殖季节 熊鸟会追逐刺鸟 并且会攻击其他的熊鸟 以保护自己的地盘和刺鸟 需要注意的是 在科尔鸭繁殖期间 熊鸟会表现出一些攻击性的行为 因此 四主在接触科尔鸭时 需要格外小心 避免受到攻击 科尔鸭繁殖 一、繁殖季节 科尔鸭的繁殖季节 通常在春季到夏季期间 当气温逐渐回暖时 就会开始进入繁殖期 此时 母鸟会开始产卵 并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孵化 二、繁殖准备 在进入繁殖季节之前 需要为鸭子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 包括提供适当的巢穴 营养充足的食物 前进的水 以及安静的环境等 此外 也需要注意鸭子的健康状况 确保它们身体健康 没有疾病 三、孵化和养幼鸟 科尔鸭的孵化期 约为28天左右 孵化后的幼鸟 需要特别关注和照顾 幼鸟的养 需要提供高质量的饲料 确保其营养充足 在养时 需要特别注意幼鸟的嘴巴和喉咙 以避免饲料进入呼吸道 造成窒息 此外 需要确保幼鸟的温度 湿度和通风情况 以提供一个舒适 安全的环境 科尔鸭都市人适合饲养吗 一、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居住空间 科尔鸭需要一个前灶 通风 光线充足的空间 且大小要符合鸭子的需要 建议至少每只鸭子 有一平方米的活动空间 二、饲料与饮水 提供前进的水源 科尔鸭也需要新鲜的食物 例如粮食、蔬菜、水果等 三、适当的运动 科尔鸭需要适当的运动 因此 四主需要定期带门出去散步 四、管理鸟群 四主需要注意管理鸟群 避免鸟群过大 也要避免攻击或斗争等问题的发生 五、清洁卫生 定期清洁饲养环境 并确保鸭子的卫生 预防疾病和寄生虫等问题的发生 以上是科尔鸭饲养和繁殖 和都市适合饲养的一题 谢谢你收看这个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想继续观看类似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